刘邦,这位开创汉朝的英雄,在去世前,为了确保江山稳固,将自己的子嗣托付给了几位他最信任的功臣,然而谁能想到,15年后,这些被寄予厚望的大臣,却亲手将他的嫡孙一一杀光,刘邦杀功臣的冷酷手段曾被无数人诟病,但历史会告诉我们,这位开国皇帝的角色,或许并没有错,事实的真相究竟为何? 公元前202年,刘邦击败项羽,开创了汉朝的辉煌时代,这位出身卑微的汉高祖,却始终背负着深存的忧虑,在他从一个小小的似水亭长逐步走向帝王之位的过程中,虽然经历了无数次的征战与阴谋,但他清楚的知道,一个帝国的稳定不仅仅依赖于军事胜利,更在于稳固的皇权与持久的统治,为了这一目标,刘邦在登基后, 一边高压打击可能威胁他皇权的势力,一边建立了一套相对稳定的统治结构,他深知自己所依靠的功臣们曾是奠定大汉基业的重要支柱,但同样也可能成为威胁他子孙的潜在敌人,在刘邦生命的最后几年,他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,朝廷中关于继位的争论逐渐浮现, 虽然长在刘非年长,但因非吕后所生,刘邦最终选择了吕后的儿子刘盈继位,刘盈年幼,性格也远不如刘邦那般刚毅果断,因此,刘邦在去世前为刘盈精心安排了几位脱雇大臣,包括周伯,陈平,曹参等, 他们在刘邦心中是稳固汉室江山的最后防线,当时,刘邦的决定看似稳妥,为大汉王朝的延续埋下了重要伏笔,然而历史的真实走向却远非刘邦所预料的那般简单,刘邦之死成为了汉朝政治格局的转折点,公元前195年,刘邦驾崩,刘盈继位,始称汉惠帝,这一刻,大汉帝国的未来似乎一片光明, 然而,吕后的强势掌权使得这种表面上的稳定逐渐走向破裂,作为刘邦的皇后,吕后在刘邦去世后迅速掌控了朝政,将原本属于刘盈的权力牢牢握在自己手中,这一阶段的汉朝,实则已是吕后与朝中功臣的较量,权力斗争的序幕与阴谋诡计,在刘邦去世后的短短几年内,吕后采取了一系列惊人的举措,逐步削弱刘氏的影响力, 他不仅通过分封吕氏家族为王来巩固自己的权力,还不惜篡改祖军,将汉朝从刘氏家族的手中逐渐过渡为吕氏的私权, 这一举动不仅引起了朝中大臣们的强烈不满,也直接违反了刘邦生前定下的非刘不亡的意愿,尽管吕后在刘邦去世后迅速积累了足够的权力, 但他心中的不安从未消退,他深知朝中那些手握兵权的功臣,依旧是他最大的威胁,周伯、陈平、曹参这些曾经与刘邦一起征战沙场的老将, 虽然表面上忠诚于他,但内心中未必完全服从,因此吕后开始逐步削弱他们的权力,通过提拔吕氏家族的人进入朝廷,来制衡功臣集团, 吕后在巩固自己地位的同时,也为自己的灭亡埋下了伏笔,他的每一次分封与任命,都让功臣们感受到自身的地位逐渐受到威胁, 尤其是吕后将自己的侄子吕产,吕露等人任命为南北军统领,更是引发了功臣们的强烈不满,南北军作为汉朝最精锐的军事力量,一旦被吕氏掌控,意味着汉氏的皇权随时可能被吕氏家族所取代, 在公元前188年,汉惠帝刘盈病逝,吕后立刘盈的儿子刘公为帝,始称汉少帝,刘公虽然年幼,但性格倔强, 渐渐得知自己并非惠帝皇后所生,对吕后逐渐心生怨恨,吕后为此非常忌惮,最终决意将其毒杀, 此后吕后扶持另一位更为听话的孩子刘宏即位, 试图通过这种方式维持自己在朝中的统治,随着时间的推移,吕氏集团的权力逐渐扩张, 朝中那些老臣的容忍也达到了极限,吕后年老体衰后,权力平衡逐渐倾斜, 最终吕后的去世成了公臣们行动的最佳时机,公元前180年,吕后并重不治, 汉朝政坛迎来了关键的转折点,当吕氏家族失去了这位强有力的靠山, 公臣们终于决定展开反扑,吕后去世的消息有如一颗重磅炸弹, 迅速引爆了朝廷内部的权力斗争,以周伯、陈廷为首的公臣集团, 立刻联合刘氏宗金,展开了推翻吕氏的诸吕行动, 这次行动的速度之快,行动之果断,令吕氏家族措手不及, 吕铲、吕禄等人虽然手握重兵,但由于内部矛盾以及对公臣力量的低估, 最终惨遭失败,周伯率领北军强势夺取了军事控制权, 吕氏掌控的南北军在这场政变中迅速土崩瓦解, 紧接着,公臣们分道进击,斩尽杀绝吕氏家族, 这场权力斗争的胜利并没有让公臣们停止手中的刀剑, 接下来,他们的目标竟是刘邦的嫡孙,刘邦临终前, 托估给周伯等人,原以为他们能保护刘盈及其子嗣, 稳固刘氏江山,然在吕后死后, 周伯、陈廷等人迅速决定彻底清除吕氏的余党及潜在威胁, 由于刘公和刘洪都是吕氏福利的皇帝, 公臣们决定诛杀刘邦的嫡孙, 以免吕氏复辟的可能,他们编造了非刘氏亲生的理由, 残忍的将刘邦的多个孙子杀死, 这一残酷的决定,让刘邦的托估变得无比讽刺, 他所信任的这些大臣们,最终成为了背叛他的刽子手, 公元前180年,刘氏的嫡系血脉几乎被清除殆尽, 汉朝的皇权继承县彻底断裂, 随着周伯、陈廷等人的胜利, 汉朝进入了一个短暂的权力真空期, 诸杀刘氏后代这一决定, 在当时的功臣们眼中, 或许是维护大局, 确保政权稳定的必要措施, 但对于刘邦的后代来说, 这是无比残忍的背叛, 刘邦辛苦打下的江山, 他亲手托付的大臣, 竟然成了屠杀的血脉的刽子手, 此时, 刘邦当年杀功臣的决定, 仿佛得到了历史的印证, 功臣不可过于强大, 他们一旦掌握了太多的权力, 便会成为威胁皇权的最大敌人, 在中国封建历史的长河中, 权力的争夺与更迭, 如同一场永无止境的战争, 而帝王与功臣之间的关系, 更是这场战争中最为微妙的一环, 刘邦, 这位汉王朝的开国皇帝, 以其独到的政治智慧和冷酷的权谋手段, 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, 他当年以血腥手段诛杀功臣, 这一行为在后世引发了无数争议, 但在当时, 这却是他为了巩固皇权, 防止权力旁落的不得已之举, 刘邦的一生, 是一部充满传奇色彩的史诗, 他从一个小小的亭长起家, 最终推翻了暴秦, 击败了西楚霸王项羽, 建立了大汉王朝, 在这个过程中, 他依靠了一批批忠心耿耿的功臣, 他们为汉王朝的建立立下了汉马功劳, 然而, 当帝国的根基稳固之后, 刘邦却开始担忧这些功臣的权力过大, 可能会对自己的子孙构成威胁, 于是, 他采取了一系列残酷的手段, 将这些昔日的战友一一处决, 刘邦的这一行为, 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震动, 许多人认为他背信弃义, 冷酷无情, 甚至有人指责他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而不择手段, 然而, 刘邦却有着自己的考量, 他深知权力的腐蚀性, 也明白在权力的诱惑下, 即使是最忠诚的部下也可能生出一心, 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确保刘氏江山的稳固, 让自己的子孙能够安享太平, 然而, 历史的发展往往出人意料, 在刘邦死后15年, 那些他曾经脱孤的功臣们, 却成为了屠戮他子孙的柜子手, 他们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, 掀起了一场又一场的政变和内战, 使得大汉王朝陷入了动荡不安的局面, 这一幕, 无疑是对刘邦当年决策的极大讽刺, 权力的游戏, 终究是没有永恒的忠诚, 只有利益的博弈, 在这场游戏中, 每个人都在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斗争, 哪怕是曾经的盟友, 也可能在一夜之间变成敌人, 刘邦当年的行为, 虽然在短期内维护了皇权的稳固, 但却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权力斗争的问题, 他的子孙们依然要面对这场永无止境的战争, 后世评价刘邦时, 常常将他的冷酷与果断放在权谋的框架内进行分析, 从历史的角度看, 刘邦诛杀功臣的行为, 虽然在当时看来或许过于残忍, 但从长远的结果来看, 他的决策并非毫无道理, 毕竟那些在他死后依旧活跃的功臣, 最终都成为了刘氏家族最危险的敌人, 他们的存在对于刘氏皇权的稳固构成了巨大的威胁, 刘邦的故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刻的教训, 在权力的游戏中, 忠诚往往是最脆弱的, 只有通过制度的约束和权力的平衡, 才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悲剧的重演, 然而即使是最完善的制度, 也无法完全消除人性的贪婪和权力的诱惑, 因此对于权力的把控和制衡, 始终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永恒课题, 在历史的长河中, 刘邦的事迹被一代又一代的人传送, 他的智谋和手段成为了后世帝王学习的典范, 然而他的故事也提醒着我们, 权力的争夺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, 他考验着每一个人的智慧和道德, 在这场战争中, 没有人能够永远立于不败之地, 只有那些能够洞察人性, 把握权力平衡的人, 才能够在历史的舞台上留下自己的印记, 在今天, 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时, 我们不仅能够从中汲取智慧, 更能够对人性有更深的理解和反思, 刘邦的一声, 提醒我们权力的双刃剑特性, 它既能带来荣耀和成就, 也能导致毁灭和悲剧, 他的一声, 也启示我们在追求权力的过程中, 不应忽视人性的光辉, 不应忘记初心和理想, 刘邦的故事, 是对权力、 忠诚和人性的深刻探讨, 是对历史与现实的反思, 他告诉我们, 在权力的游戏中, 我们应该保持警惕, 同时也要珍惜那些, 在权力面前依然坚守忠诚与信念的人, 在今天这个复杂的世界中, 刘邦的故事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, 他鼓励我们在面对权力的诱惑时, 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信念。